剛才我們說 一般人見到的波板糖 就拼命吃 他不知道原來有玻璃紙 跟我們世間人見到好處 就拼命拿 他不知道要負責 一樣 所以佛教我們怎樣 小心 諸惡莫作 原來有五張東西 有五樣毒藥 阻礙我們 即是這個玻璃紙 就是殺生偷盜邪淫 妄欲飲酒 你要注意 我們習慣了 給這五樣東西 令到我們成為一種雜氣 你每天喝咖啡 不喝不行 無所謂 每天吃煙 不吃不行 有所謂 每天吃白粉 不吃不行 嘩 這樣也可以 每天吃冰 那些丸仔 不吃不行 那就大件事了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雜氣 他會鎖住我們 殺生 剛才我們說 為了吃 玩 驚恐 我們不停殺人 每天都殺人 每天都殺人 閉上眼想想 我們吃素的人 可能很容易體驗到這種感覺 你閉上眼想想 一天 這個地球 死了多少隻雞 想想也恐怖 死了多少隻牛 一天而已 死了多少隻豬 死了多少條魚 死了多少隻蝦 主要是吃 吃 跟著玩 甚麼都有 其實吃 吃東西吃得厚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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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秒五秒就吞 對不對 用不需要人家婆人亡 如果你嚴格來說 你想想吃東西是吃味道 只吃味道 是不是 所以佛教我們掌釀慈外 遠離殺業 因為我們殺這種行為 它是會好像習慣那樣貼著我們 殺開就殺 吃開就吃 越吃會怎樣 魚毛飲血 哇 猴子佬啊 活吃魚啊 一路燒 一路燒 口還要動一動一動 新鮮 就是 憐憫的人 就覺得很難堪 是吧 當然 諸佛菩薩看到更加難堪 為甚麼 六道輪迴 那個是你媽媽來的 那個是你爸爸來的 還在吃他 還在說很過癮 很好味 在某個角度來講 看到就不忍觸到 看到之後就很心痛 但是眾生愚昧 在當中 擔著響樂 是不是一路在吃 那個 伯伯糖那張紙啊 吃不到裡面的好 真是果實 但是業力一到 一命償一命 怎麼算好呢 所以莫輕小惡 以為無罪 死後有報 簽號壽之 地狀經 是不是很清楚說 我們繁複 很少事 不少的 今天做些 明天做些 你不順事 找了一口煙 找一張紙巾 噴十口 你看那張紙巾 變了甚麼顏色 吃十年煙 吃二十年煙 吃五十年煙 你說你的肺變了甚麼 你看看你家裡的抽油煙機 就知道了 嘗嘗你嘗嘗你 一年不洗兩年不洗 那抽油煙機 動不了 是嗎 因為這是一種雜氣 它會一路一路令到我們 擔著了在當中 你可不可以擺脫它 擺脫不了 所以要戒 攝心持戒 攝心為戒 對峙著它 當然我要撕掉這種習慣 有沒有難度呢 有難度 的而且確 所以要怎樣 勤心莫退 自己一有努力的 一可以控制得到 就斷除 不行了 又吃回一點了 一自己覺得羞慘 又再來過 勤心莫退 勤心莫退 始終一天你會成功 所以修行呢 我們不希望一朝一夕成就 我們要怎樣呢 心要勢 那個志向要軟 這樣呢 我們什麼都可以改善得到 殺生 偷渡 見到好就拿別人的東西 斜任 奸任 努力 侵損別人的 種種的權益 望如 因為達到自己不正確的目的 而講述很多世間的謊言 騙取別人的信任 乃至 擔著於種種的毒品 酒 煙等等 而不能自拔 這些一一都是令到我們 違反因果 失禮治 所以學佛的人 需要嚴守五戒 五種佛台 要我們戒備的事項 諸惡莫作 中善奉行 當我們完全靜止 沒有這種雜氣 你有沒有壓力呢 譬如舉個例子 有些人已經吃全齋 我叫你吃齋 好啊 是不是 我叫你吃肉 不行 不行 然後我叫你湯一隻雞 不行 不行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是不是 那怕不怕慈戒 當然不怕 不慈戒 不行 明白了 為什麼我怕慈戒 因為我正在違反 我違反 我才會怕 但是你不違反 要你遲呢 就是因為我們違反 我們才要遲 是不是 我們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遲 你這麼笨啊 這麼蠢啊 這麼好東西 你放棄了 你吃齋 嘻嘻嘻 淡貌貌 沒那麼聞味 有很多人會這樣想 當然我很深知 我自己吃齋 我不是慈戒 我唸了一條大悲咒 我不能吃肉 最初二十幾年前 我還跟觀音菩薩說話 觀音菩薩不要啦 我喜歡吃龍蝦 喜歡吃燒鵝腿飯 你給我一個禮拜 因為一唸了大悲咒 不吃肉 吃親肉都吐 吃菜 吃肉 吃飯 他只是吐出來 是啊 我都吐不到 他也吐到 是真的 我好明白 不吃齋的人 他的內心 有些人勸我 你吃齋 我說不行 菜不要餘我 我一定是吃肉 雖然我相信佛 我學佛 但我不吃齋 但時間到 我知道 原來我都很明白 那些人說不行 我都知道 我以前都不行 我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我記得 將諸佛菩薩眷顧 令到我有這個機會 真的可以斷除了這種惡習 每個人我覺得 只要你歸依佛 你以佛為師 你認真去探索宇宙間 到底因緣果報的真實性 你真是明白了這個道理 你不想自己將來墮落去三惡道部 永遠永遠擺脫三惡道部的那種威脅 由現在開始 我們要慎言慎行 我們要對自己所說的說話 所做的事 要百分之百負責 這個很重要 當你抱著負責的心 你不會亂來的 你敢不敢亂來呢 不敢 因為你要負責 你要承擔後果 所以你想什麼 你說什麼 等等 我想一下 可以 你隨便口輕輕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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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也能救生 那些是不負責任的 口輕輕就會說 但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重視因果 重視承諾的人 他不會那麼隨便 作出任何承諾 對不對 他不會那麼隨便 認定一件事 這個很重要 首先我們要明白 諾惡莫作 是教我們要擺脫 我們人沒有智慧 貪求眼前的好處 就不顧後果去拿 這個要注意先 沒有這樣的 人家那些福德是來 他很綿軟的 不是你拼回來的 你挺而走險 你拼回來的東西 不會長久的 我們要知道 所有福的來源 禍的來源 從今天開始 我明白 我學法信佛 我明白 因緣果報的微妙 我先去觀察 到底是否真的有因果 好了 趁這個時候 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剛才不是說 有一個殺人放火金腰帶 修橋補路武師鞋 世間真的有 原來佛亦都說 他說 我觀一切眾生的生死 好像水泡一樣 似串門 彼處生 彼處串門 似處生 不斷生死 所有眾生都是 在生死的道路當中 他不是一生受報 以下來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這個故事 我們 姑且叫做故事 就是六道輪轉的故事 他跟著一個一個的 因緣果報顯現 一個天王 本來因為過往生行善修福 乃至供佛 供佛法僧 供佛塔妙 而得正天王 這個果報 好似地藏經說 我們能夠 一人發起 起佛塔妙 這個人都為陸辱天主 下心含笑 婉言報師 親手報師 最下貧窮 這個人都有大大的天福 生生世世響之不盡 好了 因為這個福 而令到他為登很高的品位 但是因為他集氣 自己很驕傲 他喜歡別人要奉承 聽他說 不能夠說他不好的東西 有一說不好 他就很生氣 就會降災 好像有錢人 哪個工人一不合 就打罵都可以 這種心態 因為這種驕傲 而令到這個天人 受天福盡 那時候會下生人間 在佛經裡面說 天人原來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就是眷屬 受天福盡 五須上然 因為原來原來 原來原來天界 還留在天界的眾生 很少 絕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幾 都會墮下來 墮下來三岳道布 或者墮下去人間 乃至畜生 蛾鬼地獄 所以天界的人 最怕的是什麼 五須上然 不安本座 天界的人很渴望 在人間的人能夠翻天 所以一見到人行善 很開心 助理 所以我們看看地方鬼神 宗教也好 什麼宗教也好 它當然說你行善就會生天 天又很開心 人與天的關係很密切 很密切 所以佛成佛的時候 初轉法論 佛是對天人講 對無數菩薩講 好了 當這個天人 天王下生人間的時候 是不是生在王族 但是他有一種尊貴 本來那個皇帝 都是他做的 但是他覺得兄弟威脅他 嘻嘻 不行 寧可我負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負我 對不起 大哥 對不起小嫂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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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阻礙我登基 搞定老爸 不要壓住 你都這麼老了 他上來繼位 哇 福力 國力大增 哇 為了展示他國家的力量 發動戰爭 打了旁邊的國家 南征北伐 擴展版圖 嘻嘻嘻 厲害 自己一個人的喜好 無數眾生 受戰爭頻繁之苦 但是 發動戰爭 殺父 殺母 殺兄弟 誅滅終神 歷代太多這些例子了 到他死的時候 風光大壯 華兒孫滿旁 非殯殼 臨立 很多 哇 福力 原來還未完 不過不好意思 完了這一生 玩完了 用盡了 所有福力 做皇帝這一生 發動那麼多戰爭 全部都沒有了 破財產 墮三惡道報 畜生臥鬼地獄 偏幼無數地獄 墮完地獄 又墮臥鬼 墮完臥鬼 墮完臥鬼又墮地獄 臥鬼地獄 畜生臥鬼 如是者 唉 做到人了 都不知經無量劫 盲龍暗鴉如千無目 唉 都是自己壞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忘記了 以前做過的事 遇到一個修行人 這個修行人 你過往生 有極惡的重罪 所以現在 你的五觀不齊 四肢殘缺 那你應該怎樣 自誠懺悔 易來順受 接受自己的果報 不要生煩惱 知道知道 他做人也好 生生世世 都要玩很多生 又無眼無鼻 無耳無手 諸如此類 如是者 五觀俱全 四肢健全 去幫人 去幫那個害那個 去救那個那個 去殺他 為甚麼 因為過往生的因果 但他經過了很久很久 吉翼來順受 甘心受苦 再行善 將來的果報 完了又生上天 又做天王 當然說故事 不過透過這個故事 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原來佛經講的因果 他不可以用一生去看 你可不可以說 我用一生去定奪 這個天王這麼壞 討好你 就被他們民風密浮 說一句說不太相信 你們是降災 刑禍蛙禍 殺人整個民族 這個天王死的時候很好 這個人做王子 殺父 沒有因果 殺那麼多子女 殺那麼多兄弟姊妹 發動那麼多戰爭 家破人亡 流離失所 令國民 你又那麼好死嗎 他真的很好死 完了一生 在地獄 地獄 那麼慘 關他甚麼事 他都不知道上世做過甚麼 但原來佛經講 業力無情 他都不知道 他不理你知不知 那電製 有電的 我不知道 我插了手去 那就電話 他不理你知不知 原來業力 是一個這麼無情的事 他沒有人情說的 你做過甚麼 就會等到甚麼 就會有甚麼結果 我們見到很多人吸毒 當然當然有很多人 不理你 你一吸了 你就有引 有引 於是你身體的機能又改變 於是你沒有心機做事 於是你做甚麼 別人都不聘請你 我怕你 然後你偷偷解騙 他是跟著演變的 是嗎 就是這樣 所以為甚麼 佛要提醒我們 莫輕小惡呢 因為他會形成一個雜氣 如果我勃無因果 我就不負責任 我就不重視自己的將來 我就自己以自我的喜好而行 將來就害人害己了 學佛學到這樣 真是非常可惜 所以在我們弘法的期間 我們跟我們的同學們一起分享 怎樣去面對人生 所謂因緣果報的真實性 他是很真實的 差一天都不是你現在的樣子 所以你現在想將來怎樣 你現在開始改造自己 誰是你的老師 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師 你走快幾多 走慢幾多 你自己的事 你很精進的 你就念念修行 我太多的 一卜十漢 都可以的 沒有人管你的 人世間自己很自由的 沒有人管你 沒有人罰你的 罰也不會罰你 罰只是提你 愛惜我們 教育我們 叫我們知恩知果 然後掌握自己 做人的方法 由今天起 由舉心動念 迫起心肝 那天開始 精盡修行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這個就是 你明白和不明白 跟你拜不拜佛 其實關係不是很大 有很多人一直拜佛 但是都違反恩果 有些人不拜佛 但是不違反恩果 有沒有 有啊 所以我們要稱 拜佛 是增長善緣 修福 眾種子 但是真是講修行的 是講我們的發心 舉心動念 對自己的要求 由幾時開始 真實要求 這個就不同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明恩果 知恩果 深信恩果 其實相當重要的 如果我 是不是真的有恩果 他說有 有 你猜這個人 會不會重視自己的行為 記得就做 不記得也沒有法 其實你不用向別人交代 你做不做 你自己的事 是不是 但是損失是誰 當然是自己 但是你很認真 真的有恩果 是啊 真的不同了 記住 不會白費的 我們辛苦的事 是不會白費的 但是也記住 沒有僥倖 僥倖是不會長久的 僥倖的事 是因為過往生 我們不小心中了福 便僥倖到了 但是凡是僥倖得回來的 又怎樣 不留得來的 我在香港見過很多 中六合彩 中千多二千萬 鬼這麼開心 哈哈哈哈 三年後負責一千萬 因為輕 很容易得回來的 是不是又玩又世界 又玩又玩 又玩 習慣了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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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著又會再重回 是不是 這樣就負責 真的 我見過很多 但是詩問 如果你不是中了二三千萬 你是儲了二三千萬 你會不會拼 當然不算了 我父親不要做回來 是不是 凡是容易得回來的 就是很容易去的 所以這個是如是因如是過 我們做人應該怎樣 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有句話我經常都說 比上不足 比下猶如 你說慘 好多人比我們 是吧 你說好 好多人比我們 但是我們做的是什麼 活得幸福快樂 什麼叫幸福快樂 我經常覺得 我有因緣碰到很多善知識 我爸爸媽媽健在 唉 我兒女好 我有份好工 或者我有個好樓 或者我有個好老公 或者有個好老婆 要珍惜自己所擁有 你就會覺得快樂 如果你不懂得珍惜 就算有最多好東西在你旁邊也好 你都不滿足的 你都不快樂的 是吧 所以懂得珍惜我們現時擁有的東西 在這個基礎 繼續締造美好 然後怎樣 注意自己的行為 舉心動念 待人接問 千萬不要 因為自己個人的喜好 做出侵損別人的行為 因緣果報就是這樣 殺生偷盜 邪人妄語喝酒 很多是基本 一個叫做惡 一種叫善 大家不知道 懂不懂得怎樣分 叫做惡 什麼叫做善 說就容易 要很清晰分 比較困難 我雖然偷東西 偷到錢 我用來救窮人 那你說善還是惡 我偷東西當然是惡 救窮人呢 又好像善 合道羅賓漢 怎樣分呢 雖然我殺生 但我拿些魚 孝敬我媽 是吧 人世間你怎樣分 叫善惡呢 原來是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 我覺得很好用 是怎樣呢 原來我們不能 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 站在A A做什麼都對 站在B B做什麼都對 不對他不做 殺人放火都有道理 是不是 在他的立場 我一定覺得是對 原來我要站在中間 站在中間看 不要站在任何立場 什麼叫惡行為 如果為了自己的起乎 做出侵損別人權益的行為 生一念 叫做惡念 做出來叫做惡行 是不是有標準 我喜歡呀 我不喜歡呀 那你就可以損害人的權益 不可以的 對不對 你喜歡不喜歡 無所謂 你不要損害人的權益 對不對 我唱衰他 損害人的名譽 我拿了他的東西 佔據人的財物 我殺了他 哇 拿人的命 當然不行 對不對 那什麼叫善的行為呢 在自己的基礎 乃自自己的權益 都不要 去方便利益別人的權益 這種叫善的行為 有標準的 是不是 惡的行為 就是說 我不管你 我為了善 就是為了喜歡不喜歡 我侵損別人的 不行的 我利益別人的 很厲害 是不是這樣 這個基礎 如果我偷人的東西 當然是惡行為 我去給別人利益 當然是善行為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的善行為 是基於傷害別人 而達到善的行為 應不應該這樣做呢 不應該 是不是 是不是很清楚 如果這麼清楚的人 他對於自己的舉心動念 他的界定 將會界定得相當準確 相當準確 好了 什麼叫惡行為 我們知道 什麼叫善行為 學佛 修行 什麼叫修行 修改自己 不完善 不完美的行為 依什麼修行 依諸佛所教而行 對不對 佛教我們說 殺生這種行為 侵損別人的生命 世間最惡的事 莫過於損害人的生命 同不同意 你愛不愛疼自己 愛不愛疼自己 兄弟姊妹 自己的家庭倦屬 有人傷害你的家 行不行 當然不行 是吧 那隻狗 貓 豬 牛 他愛不愛自己 愛不愛自己的 愛不愛自己的眷屬 請問我們有什麼權利 傷害他們 實質是沒有權 不過人類幾千年已經習慣了 是吧 希特拉薩猶太人 他覺得英憤 是吧 賣黑奴 他覺得應該 是吧 但是我們現在用一個公義的角度去看 應不應該 不應該 佛陀 是一個宇宙間最圓滿的智人 他的智慧等虛空騙法界 騙照一切世間因果的顛倒幻言本末 知道六道眾生輪轉 時時執惠 點忍心中 他的弟子們在當中 違犯因果不能自拔墮 在生死輪轉痛苦的漩渦當中 是不是一定苦口婆心去勸道我們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是吧 即是凡是只顧個人喜悟 而損害人家權益的事 我們不要做 是不是這樣 咦 這個準則出來了 這個是不是如是恩 有如是果 我經常傷害人的人 其他人一見到我就放我 對不對 我經常不尊敬人的人 一見到我就 就被人不尊敬了 我經常利益人的人 我經常尊敬人的人 我經常尊敬人的人 是不是有人見到 哎呀 你今天送這麼多東西給我 我不好意思 我送些東西給你 是吧 哎呀 見到你這麼客氣 本來想罵你 那不是的 哎呀 你真是挺好人 是吧 他無法罵你 是不是 是因果 這些 如是因 如是果 自己去改造自己的內心 遠離罪惡暴淚 在地藏經來說 三惡道報的人 無非是銅是鐵是石是火 是吧 那個心狠毒冰冷 無情講 但是 有福樂的人 心是怎樣 柔軟的 軟面面的 自己好 想你好 是吧 好柔軟的 好平等的 好兼愛的 是吧 但是三惡道報又怎樣 有好東西就吃 要是你殺我 要是我殺你 他都應份 在這個 惡世的世間 絕大部分人 都是掌讓這個心 原來佛說 人的心 可以千變萬化 可以變得很硬 也可以變得很軟 可以做魔 也可以作佛 我們跟佛學習 將來我們做什麼 硬 現在講可能遠些 但是 當你自歸於佛開始 佛已經看到 成佛的理是怎樣 叫什麼名字他都知道 但是怎樣由我們生死的凡夫 直至到修行將來成佛的結果 只要我們 自真自誠 生生世世 歸於佛 歸於法 歸於憎 對嗎 諸惡莫妝 眾善奉行 互相搖益 你 學菩薩行 在這個世間 不要白白地過我們一生 人 短短幾十年 很快過 但是這幾十年 我只為了我一個人的起戶 而傷害了很多人 冤枉今生 對嗎 害己害人 是不是害了自己的將來 是不是害了很多人 但是如果反過來 我一明白佛法 我就諸惡莫作忠善奉行 相反來說 我還要回饋社會 報答眾生 以報諸佛的教育恩德 對不對 你這一生人 不要說 剩下十年好 二十年好 四十年好 四十年好 五十年好 發光 每一日 你在這個人生 充滿價值 同不同意 因為你在影響很多人 利益很多人 這個人生 最為稀有 十方諸佛 無數菩薩 共皆讚嘆 我們做人 要做佛弟子 不要做糊塗佛弟子 要做個真正的佛弟子 對於老師所說的話 不要盲目去聽從 要仔細去推敲 仔細去觀察 到底這個世間 是不是真的有因果 如果重視因 重視果的人 對於自己的舉心動念 待仁節物 遇事處事 他是會很謹慎 會很負責 對不對 好像 你猜大德高僧 對我們負責嗎 負責 你猜觀世恩菩薩 地藏王菩薩 對我們負責嗎 當然負責 自你歸命他開始 歸依他開始 他已經將你放在他肩膀上 直至服侍到你成佛為止 你說他負不負責 所以自你歸命 觀世恩菩薩 地藏王菩薩 這個人 畢竟成佛 誰負責 導師負責 你不成佛 他不肯過你 他一定要令你成佛 眾生不成佛 誓不取正國 所以自你歸命於他 你將來在無上道 皆得不退轉